是Maggie 请帮我跟你哥哥道歉 那把雨伞会找机会还给她 哥 Maggie要我跟你说谢谢 还说要还你雨伞 你是什么时候接她伞的啊 有吗 前几天在外面遇到了 下大雨她没伞 所以我就把雨伞给她了 这么巧 我跟姐妹认识那么多年 都没有在路上相遇过 很巧 就这样 不管她怎么样 你也可以安排个 看她怎么还你伞 或是 算了 我把你电话给她吧 好久的屁股 小龙汤包 阿婆肉圆 都是大家一起去吃的啊 怎么看出来Maggie喜欢吃什么 Maggie之前说过 以前妈妈早上都会煮新走小菜 有时候半颗鲜达蛋配粥煮进来的 虽然之后姑姑都煮得很丰盛 但她还是很想念妈妈那半颗鲜达蛋的味道 我们几个姐妹算大家都很好 但Maggie最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 她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 喜欢吃的东西讨厌什么 但我们每次问她都会说 只要你们开心我就开心 那在那个垃圾 下次再让我见到她 我见识打一次 记得多带点人 我先出门 诶 哥 Maggie跟我一样都喜欢吃甜的 像是铜锣烧跟蜂蜜蛋糕 你回来接着帮我带啊 拜拜 我们现在听话了 去附近超市买有机的鸡蛋 猪脚肉 酱瓜 番茄 嫩度 葫芦 洋葱 洋葱 面筋 豆腐 我还要最好的鲜达蛋 我要那几百公斤的蜂蜜蛋糕 我可以吃了 那你不能吃了 我现在就去 好疯了 贵哥 李小姐回来了 去后面 快点 快点 去后面 快点 老板娘 我拿了一瓶可乐 老板娘 老板娘 奇怪 你看他口罩 李小姐 老板娘 我拿了一瓶可乐 你帮我借在帐上 才一瓶可乐 请你喝 谢谢 那我先去休息 快去 哈啰 先生 你不可以随便用人家厨房 不好意思 我是李小姐的朋友 接用在你的厨房 做几套她喜欢吃的菜 李小姐有你这样的男朋友 真是太幸福了 而且还这么帅 爱 是朋友 我知道 快变男朋友的朋友 爱 你尽管用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帮忙 加油 来 请坐 你看 这是瓜子肉 这是洋葱 胡萝卜炒蛋 凉拌菠菜 还有甜点 怎么样 你不吃吗 不是啦 我妈以前很常做这个给我吃 只是她很早就过吃了 那你趁着吃 你要是不吃啊 有人会那个 伤心的 谁啊 当然是做饭的人啊 我是说我啦 不是 你不想要怎么面对一件 无人想通的事情 我没想到 他已经在哭 你们都怎么安慰他 你 你 太过瘾了 去找寂寞苦味的冰淇淋 然后那冰淇淋 不想偷人发 這手機你不要